我这个理解成啊 你们要理解我说话的道理啊 去中心化的数字货币没问题 要去中心化 数字货币不去中心化就出问题了 是吧 要足够的去中心化才能建立信任 但是中心化的这种的平台 你本来就应该中心化 没问题 quantum中心化没问题 是吧 有基金会 以太坊有中心化 没问题 有中心化 发展快呀 早期阶段就应该中心化呀 等他们创始团队把币抛完了 那就那就真正去中心化了 是不是 对吧 你需要一个过程嘛 就看他们有多大的远见 有大的有多大的发展 创始人有多少的格局 能不能想到2057年的样的事情 等等事情 好了 一个币一个币给大家点完了 我还没点门罗达市 门罗达市这些币 不属于某一个平台 它是随着这些比特币 数字货币涨的时候 跟着涨起来的 还不是特别牛逼的东西啊 特别牛逼的东西 就是说不可复制性 不可替代性嘛 你说刚才有人说 狗狗币是吧 扯淡 狗狗币 真扯淡 不过没关系 扯淡的东西 有人玩就行了 你能玩的需求 消遣的需求 能满足也不错 是吧 也好玩 也好玩啊 还会论说 哎呀 这数字货币 我们是不是 有人可能是 以前是玩传销的啊 传销这东西 打不死 也死不了 只是说 未来的传销 在我们大数据的背景下 都无处可逃 那所谓的传销头子们呢 这个短期的啊 这段时间用这种比特币去匿名一下 还可以 未来呢 其实也 也没用啊 也没用 呃 本质上呢 大家 现在应该 这么看这个事情 就是 别把自己想太小 别把自己觉得 自己就是一个 小白 有人说自己是小散 不要这么评论 因为每个人都是经历过 这个二十多岁 到三十多岁 到四十多岁的 我也只是说 我规划的 只是我四十多岁之前 我要干什么 二零三零年之前干什么 所以我要做Blockchain 2030 就是每年把全世界的 这个四千多家 金融机构 以及支付公司 以及区块链的公司 以及这个 这个相关的 这个互联网公司 我喊到澳门去开场会 其实这个 Blockchain 2030 做的事情 只是一个 让大家碰撞的一个事情 这本质上也就是一次聚会 每年聚一次 每年聚一次 聚到2030年 我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呢 达到这个行业 往前推进了一大步 然后中国在这个领域里面 继续往前推进了一大步 好多人问我 为什么是澳门 因为哥们住在中山 离澳门近 然后呢 澳门主要是酒店业 发达 黄赌毒都合法 然后呢 从那个香港 直接 港桌大桥通了 直接飞到香港的航班 有非常多 非常便宜 外国人可以直接到 免签 中国人可以直接过去 直接 港澳通行证 或者是拿个护照就可以过去 现在非常方便 所以不去澳门去哪里 对吧 我之前想过去成都 我之前想过去郑州 还有深圳 各地的政府都很支持 这个什么区块链的 这个乱七八糟的 但是政府支持的东西 节奏太慢 我规划一年的时间 我还不如直接自己干呢 对不对 所以说大家问我 最近在干什么 最近就在一直策划 我2030年的这个 之前做的这个 Blockchain 2030 这个大会在干什么 于是呢 咱们大家有机会 可以一起参与 一起颠覆这个 世界的游戏规则 我们有幸认识 有幸可以在这里 一起学习 是非常不错的 学习嘛 就是互相的 我向你们学习 你们向我学习 我呢 去 去听一听各家的想法 然后最后可能给大家总结总结 聊一聊 阶段性的总结总结 现在这个总结 就是说 我们需要在这个行业里面 先启动 不管启动什么 先启动 先跳入这个行业 然后呢 又要跳出这个行业 离开这个什么 数字货币圈 去金融圈 去支付圈 然后用我们的数字货币的概念 区块链概念去颠覆他们 一个行业一个行业的去占领 就跟开疆破土一样 然后呢 每个人别把自己想小了 直接想到大点 然后呢 把自己人生意义也想到大点 未来改变世界的人 绝对不是BAT 绝对是颠覆性的 一些想法的人 也许就在镜头跟前 好吧 好 今天的这个 对 还是说 今天洋洋访谈就到这里 过两天我老婆就出来了 那个有我老婆来这个这个这个 给大家聊 这个也是挺好的 我们可能未来很多时间是留在家里头陪孩子的 因为又在家里陪孩子又能聊聊世界上的这些事也挺好 因为最近的感触就是父母老了孩子长大了 老得太快 长得也很快 如果把时间精力全留在所谓的创业上面 都忘了自己创业为了什么 创业不就是为了所谓财富自由了以后 可以用钱去买别人的时间 为自己工作获得更多的被动收入吗 是吧 那获得被动收入了以后 这不用那么把自己的时间再去出售了嘛 所以于是就可以有时间去他妈自己陪孩子陪老婆陪父母了呗 是不是 所以说我现在呢 这个状态基本上就是 呃 陪孩子每天接送个孩子 呃 然后呢 陪父母啊 陪老婆 呃 这个居家男啊 然后呢 来这个侃侃世界谈一下 然后呢 把自己懂的东西跟大家交流交流 啊 然后呢 各位呢 也这个 呃 琢磨琢磨 我反正 我认为啊 不需要 像罗永浩之前那么创业那么死磕自己 啊 太他妈辛苦了啊 我也不想做那种模式啊 我就简简单单的啊 呃 用 呦 这是什么想啊 啊 用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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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一个安静的城市 找一个这个 呃 生活环境很好的城市啊 这么一坐下来啊 又去哪儿 想去哪儿能去哪儿啊 想方便玩就能去玩啊 想想那个干嘛能干嘛啊 离大城市也很静 一开车啊 将来这个呃 这个这个中山到深圳也就是半小时啊 因为有个大桥上深中通道马上就修好了 所以之前我领着币圈我们加在一起买了二三十套房子了啊 就币圈的人好多都在中山定居了啊 也希望那个币圈的朋友们啊 也有机会来我们这个中山啊 来感觉感觉啊 那个定居啊 做个朋友啊 做个邻居啊 中山很小啊 这些币圈朋友们一转就都都都都都都能转到了 半小时的车程啊 全部能见到 呃 所以说这个挺好 我们呢 这个玩嘛 就玩出一帮朋友了 希望在这个 二零五七年的时候 我还活着 然后你们也活着 然后呢 咱们呢 也能 这个 拿个杯子啊 喝个茶 是吧 这个 哎 然后呢 新高高兴兴的啊 吊吊鱼什么的 陪杯 孙子们啊 就是这么个状态啊 哎 这个 今天就聊到这吧 啊 阶段性的 跟大家再聊聊 过两天 可能又聊新话题了 啊 就不聊现在这个重复的话题了 呃 但是每天都有新故事 好吧 拜拜 就这样了